大家好,又到了音乐读书会的时候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是这本书 由台湾作家王伟霆所写的《女人之纲》 就是关于简文斌的一本传记作品 简文斌是谁? 其实是现任高雄慧母营的音乐总监 这本书说了由他小时候开始读音乐学指挥 去到他决定由德国回流回台湾的经过 这本书大家看到其实不是很厚 里面的段落间距其实也有很多空间 所以字数不多,读下都挺轻松 如果读得快的话,其实我觉得一晚都可以读得完 另外这位作家其实也说明自己其实不懂音乐 他也是自己很努力地花心思去在网上补习 所以我觉得那个程度,就算大家不熟悉音乐的话 也不要紧要的 这本书也不会说一定要熟悉音乐才看得明白 我觉得是不同程度的朋友都可以合适去看的 另外这本书刻意地用了我第一人称去序事 他说明希望透过这样的书写方式 令大家感受到像简文斌本人和大家的读者的对话 和你讲他的故事,令大家看上去都非常有亲切感 这本书也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简文斌始终在世 他能够接触到很多在世的音乐家人 或者是事 所以很多里面的人物 他都没有特别说名 但是有时候 即使你不提 但是他要查很容易 甚至查都不用查都可以查到的 比如说他 在德国 还在做一个 帮人去伴奏的时候 说到有一天 就有个很大的音乐家来到 原来那些大音乐家是三大男高音之一 而且也会指挥的 其实 这样说 和说了名字是没有分别的 谁都知道他就是Domingo 但是他不说的原因 可能因为他后面说到 他说Domingo根本 指挥的时候没有人看 Domingo根本只不过是做动作就算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 他就没有特别开名的说 另外里面也有很多 我觉得 挺有趣的小故事 譬如说他小时候 学弹琴的时候 就被老师说 你弹得不错 但就欠缺了一些层次感 他就听 连消气性 有点点 什么叫层次感 他老师就用了很生动的比喻 他指着一幅 山水画 就说 这幅画里面 有山有水 不同的物品 你看下去 你会分到他的 哪个近一点 哪个远一点 不同的层次 就说 画家就可以在一张纸上表达到这种层次 而他 学弹琴 或者是钢琴家 就要想办法在他的琴弦上表达到这种意境 又或者有些故事 听到的都 听到的都真是很大胆 其实这个故事 他在一些网上的访问都提到的 就是说他当年 参加这个 白欣斯坦指挥大赛 他赢了特别赛 但是 后来就有中国大使馆的人 就投诉 就和主办单位投诉 就说不可以有这个台湾清天白日本地红旗在上面 他就说 可以啊 你不就 拔掉那张 我们台湾的那些旗 但是 如果你这样做 我得早奖的时候 我上台领奖的时候 我都会亲自把五星红旗拔掉 听到来 真是非常大胆 我觉得这本书的一个价值 就在于 除了说令我们更加深入认识到 简文冰淫的人之外 其实 想深一层 都可以说是 推广唯武刑 或者 再广义一些 推广台湾 软实力 音乐上软实力的一种方式 我亦都觉得 其实香港都不妨可以效法下 不一定要讲一些 音乐家 晚年又或者过了身 才出的一些传记 其实可以出一些 就是一些音乐家 仲在他们壮年 而仲在Active的时候 可以出一些相关的一本书籍 比如可能我想起的 叶泳斯 龚智成 我相信 大家都一定会有兴趣认识 去看的 亦都是 对推广 香港 音乐文化 或者大一点的 整个香港的 文化的软实力 其实我都觉得是有帮助的 王伟霆 《女人之歌》 晚年十月 我飞去耶路实兰 参加福赛 以色列算是危险的地方 他们要求一定要团进团出 评审 参赛者和大会工作人员 全都住在同一间饭店 饭店附近有女军人 每个都长得又高又漂亮 但是身上都背着枪 集合完 我拿到大会手册 大会 名额本来写好福赛 取十六个 我是第十七个 被放在最后面 晚上回房间 我拿手册一番 太平洋 整个音乐节的日迹 注节指挥在里面 他已经是很有名的指挥了 回到下一页 德国某歌剧院的音乐总监 也都在里面 再往后翻 甚至还有一个根本是 百恩施冷带出来的弟子 我快吓死了 每个参赛者都有头有面 我不知道自己来这里做什么 福赛每日有一小时 要指挥两手曲子 我说是跟平常一样 为什么上去就表现出来 其他指挥 我也会坐在二楼 观众席后面看 表现得好 我就乘机偷博几招 结束后宣布六个纵入决赛 结果我 狐狸胡同又进了决赛 我没想太多 想到我就上去指挥 决赛中午比较 下午四五点才宣布大奖得主 大家先回饭店 时间差不多 再一起坐巴士过去 去的时候 刚好碰上塞车 等我们到会场 记者会已经结束了 结果我一进去 每个人看到我就说恭喜 我满头问我 大会秘书长走过来跟我说 恭喜你得到特别奖 我横目搞清状况 他接着说 佐渡先生得到大奖 但我们评审 都觉得你非常有潜力 希望能给予你一些鼓励 耶路撒拉斯的市长 愿意以他的名义 出一个特别奖 提供五千美元作为奖金 什么 真的吗 我简直不敢相信 大奖是太平洋音乐节的日直注节指挥 一人读得 我没有录音 没有音乐会人指挥 但我还是非常高兴 当天晚上新闻就出来了 隔天是颁奖地理和音乐会 早上 我接到驻以色列代表处的电话 恭喜你得到特别奖 代表处的人说 姐姐 我都非常开心 有件事要跟你商量一下 我问什么事 代表处的人说 大会秘书传跟我们联络 说大陆大使馆那边恨不高兴 跟他们抗议 要求我们的国旗不能出现在台上 从比赛第一日开始 17个参赛者的国旗都在台上 我们的青天白日 满地红也事 我不懂为什么现在突然不幸 你到时候上台领掌 主办单位会特别介绍 大陆不喜悟那样 代表处的人 咕噜几句 接着又说 你知道我们在以色列那边 都是很辛苦的 我们代表处 只有那一面国旗 最重要的是 那国旗不能有事 我听出他话里面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 拿掉有没有关系 我会回答 我知道了 代表处的人似乎松一口气 教导我 秘书长问 就这样跟他说 没过多狗 大会秘书长打电话过来 你们代表处又跟你联络 秘书长问 有啊 事情我也知道了 你想怎样处理 以我们的立场 我们尊重每一位参赛者 毕竟你就是代表你的国家 当然我们知道这之中有些政治问题 这时我不知道哪里没有出国外的情操 说 所以你跟大陆大使馆说 如果他们坚持一定要拿掉我的国旗 那我上台领掌时候 会亲手拔掉他们的五星旗 听完我的回答 秘书长说 我知道了 谢谢 后来时间差不多 大家一起坐巴士到会场 班长典礼前 大家一边喝喝料 一边聊天 我上厕所时 看到两个一看 就是大陆人的男人 转着西装 走路 哑哑哑哑哑哑 他们看到我 一张东方面孔 出射爆叫着 咋一下 参赛者在那里 我指着其他人说 在那里 他们朝我指的方向走过去 其中一个运回头 多灯了我一眼 他们找到他们的 大陆参赛者 把他带到一旁 广华 等我上厕所回来 他们还跟他说 过了一阵子 大陆参赛者 回到我们那边 两个男人离开 走的时候 灯了我一眼 怎么了 你们的大师傅 我问大陆参赛者 是啊 跟我说什么要我去跟大会抗议 说什么 你们台湾的旗子不能够在台上 又为什么原则 是啊 那你怎么说 大陆参赛者的歌声 有点像傻大者 他说 我跟他们说 我连我自己的旗子是哪一个 我都不知道 我要去跟别人抗议什么 之后 没多久 颁奖典礼开始了 我上台领掌 诸以色列代表处 没有半个人来参加 但是所有人的国旗 包括我们的 清天白日本地雄 都好端端的在台上 我读的是这本由 台湾作家王伟廷所撰写的 《女人之歌》 《女人之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